作词 李宗盛 请揭开经本 科会第37页 倒数第二项 菩提道场第十五 十三品 都是讲 伊布的庄严 词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表面上看是讲 西方世界的生活环境 实际里面所含藏的二里好心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从第十四品到第十七品 他的科目搜索 我们读过华严经都知道 这步里面没有一法不是好心好讲的表发而趣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去思维 去体会 先能得到 如来甚深的描发 现在这一品是第十五品 菩提道场 品提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道 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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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道 题目标 什么是道 菩提道 菩提道 菩提道这三个字是指究竟圆满 大国世尊所正的大道 那个是转凡成圣的处所 所以叫菩提道场 十方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在那个道场 好自然地 好容易就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这种是一切诸佛世界里面都没有的事情 只有 菩提道 特殊 所以十方诸佛 没有一个不赞叹 我们在《弥陀经》里面 各位常读的 是金摩罗十的译本 六方佛赞 罗十大师翻译 随须中国人的喜爱 中国人喜欢简单 将十方 省略为六方 各位如果看到 原装原装大师的译本 你就知道 《弥陀经》里面赞叹是十方佛 十方六方意识都一样 说明 一切诸佛 无话不赞叹阿弥陀佛 而弥陀静土里面的中心 就是菩提道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 菩提道场 处处都有 不在一个地方 如果在一个地方 我们又觉得困难 恐怕自己 很少有机会去亲近 又怎么知道 弥陀 确确实实 神通广大 这样的菩提道场 在西方记录世界 亦是 骗国土 处处都是 在《华严经》上 我们看到 无事无处 不是菩提道场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这两个字里面的意思 心妙无穷 问题你会不会 会是什么 你能懂得六尘说法 见识民性 无一不是误次 我们佛家常说开悟 帮助你开悟 转迷为悟 转悉成智 这就是菩提道场 这就是菩提道场了 这就是菩提道场 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懂 然后你才知道 菩提道场里面 是里头 显示着 他的心意 他的物意 我们学佛的同学 都明白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自己 也是从凡夫 和我们一样 收成正果 收成无上的佛果 他怎么收的呢 离不开 界定位三学 诸佛如来 帮助一切众生 就是他自己 修行正果的经验 传授给我们 提供给我们 亦是三学 转悟为善 是界学 转集乱为专一 是定学 转迷法为明白 是慰学 你在哪里转 那个地方就叫道场 道场未必要有 房舍宫殿建筑 未必的 你在什么时候转 什么时候就是道场 我这样说法 各位好懂 一定要记住 我们看 佛为我们留下 这么多经典 现在编成 一部重书 我们称为大藏经 大藏经里面分类 分的就是 经 叫三藏经 叫三藏经 偏重在定学 偏重在界学 分类偏重在谨学 良 还不是以这些教人吗 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将它的纲领掌握住 原则掌握住 那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总词法门 佛经里面说的总词 现在我们所说的总纲领总原则 就是界定为三学 如果违背界定为三学 你就不是学佛法了 我们究竟有没有在学佛 时时和这三个原则 三个光领要去对一对 界内无论再多 总的原则就是转恶为善 你首先要明白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对善恶 没有能力辨别 这就是主持 我们一般人说的糊涂 这个辨别实实在不容易 佛教初学 和我们说的善恶标准最简单 要从这里落手 就是十恶十善 十恶 分身 与二 这三对 身 不杀生 不偷渡 不淫欲 再加同学 不邪淫 这些是三善 身的三善 口 不妄语 不两舌 两舌是挑拨是非 不倚语 倚语是花言巧语 骗人 不恶口 恶口是讲话粗鲁 话讲得很难听 这些是口的四种善 二 二是心意 对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贪 不亲 不刺 这些合起来是十善 十善的反面 就是恶 这些是佛教界初学 最低限度 我们要将十善做到 断十恶 收十善 十善收好了 是不是就做佛呢 也可以这么说 佛法做到究竟圆满 就是十善业的圆满 十善业 十善业 十善业毫 恶念都没有了 不单止恶行没有 恶的念头没有 十善圆满 巨足 到底圆满 巨足 是如来果地 你看看 佛教人 真是慈悲到极处 一思毫 论法都无 你头一日来就将究竟圆满的法传授给你 到究竟圆满还是这个法 这才叫好老师真善知识 古时候善知识教学大概都是这样 你看在世间法里面教童蒙 四五岁的小朋友可以开始读书 读三字经 三字经一开头 就是将圣人所证的大法传授给你 人知初性本善 这种是大圣大言 他们所证得的 一开头就传授给你 你将来一生就是求证实这一件事情 这是一生修学的总方向 总目标 肯定一切众生本性是善的 在佛法讲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人为什么会变成不善 为什么会造作罪业 这是习惯 染上不良的习惯 习惯耐了 就变成习性 习惯耐不善 习惯耐不是本性 本性里头绝对无 这种是习惯 染上这个习惯耐 现在 世七世间大圣大言教导我们 将习惯耐 将习惯耐放下 恢复本性 这种是圣言的教育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种教学就是菩提道场 所以我们要肯定三学是道场 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们学法一定要记住 从哪里学起 从十线业度学起 我们正中学会成立 在缘起里面 很清楚 很明白地提出 我们行门五个科目 这些非常重要的 能解不会行 你是凡夫 你解决不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三途六道 你出不了三途六道 想出三途六道 你要行要正 信解行正 你有信有解 你在这个世间 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 也没有办法 你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你要修行 要将你错误的行为 修正过来 什么是错误的行为 十恶是错误的行为 十恶 就是不孝父母 为什么 父母心里面难过 你为什么做这种罪业 十恶就是不敬师长 如何对得住老师 父母师长 是德行的大根 是德行的大根大本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 三复 头一条教导我们 校养父母 逢是师长 持心不杀 收十善业 我讲过很多 校养尽师 培养慈悲心 统统落实在十善业 没有十善业 前面三句是落空 前面三句全部落实 在十善 十善不重视 那怎么得呢 十善业道经 在以前 我们详细讲过一次 希望各位对那些道理 要真的明白 真的明白 你就一定肯做 你为什么还做不到 老实说 你对经义 没有通达 没有明白 这句话 是早年 张家 那是大师跟我讲的 他跟我讲 佛法 就是佛法的修学 知难行义 这个行义是有证明的 华言经上 让善策章童子一生正德 究竟圆满的佛国 这么容易呀 法华经上讲 龙女八岁成佛 容易 不难呀 行真的容易 知难呀 那为什么你做不到 你不了解 你不明白 如果彻底通达明了 做实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释迦茂尼佛一生 当年在世一生 讲经说法 天天教学 帮助我们明白 释迦茂尼佛 在经典上 没见过 他打一次佛七 打过禅七 没有 从来没有 为什么呀 修行是你自己的事 那不是难事 难在你对事实真相 了解得不够深 不够透切 所以要努力 他路人家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三百余会 帮助我们 信解 行政 是我们学生自己的事 你解得越深 解得越透切 你信心才坚定 信心是静信 真信 落实在哪里呢 落实在行政 肯定 肯定 不是讲日日 时时刻刻 反省 减点 改过 自身 起心动念 言语 做作 佛讲的那些 经论 经论里面的道理 经论里面的教会 这就是善恶的标准 符合佛所说的是善的 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 同佛所说的相反 那一定是不善的 我们一定要将它断了 断得干干净净 这样就对了 这种叫修行 修行 各位必须要知道 在哪里受 在起心动念 我那个念头显来 觉得对自己有好处 对人不利 这是我的 对自己有好处 对人不好 为什么是我 明明是好事 对我有好处的 你的标准 和佛所说的标准 不一样 佛讲的标准 真有道理 我们的标准错了 错在哪里呢 佛在经上常说 大小乘一切经论上都说到 你为什么会堕落到我六度 你为什么会堕落到三途 就是因为你有个我 起心动念 对我有好处 是增长我乘 增长我乘的果报在哪里 肯定堕落在三途六度 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 无我 你看金刚经上不是说 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受者上 那就是个悟的人 我们早年对经教 无心咎 陷糊笼 总以为 佛讲的这句话 是大菩萨的境界 不是凡夫 无我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受者 当然他的四宋破得不够深 阿罗汉亦破四相 权狗菩萨亦破四相 法身菩萨亦破四相 破的浅深程度不一样 换句话说 衰陀魂是最浅的 六度凡夫 已经无可能和他比 无办法相提并论 这个道理要动 六度里头你收的福报再大 你能享受果报 大凡天王 磨气首挪天王 这些是六度里头福报最大 还是有寿命 还有生死 还有六度轮回 他不是究竟法 定功在心 你生到四膳天 生到四空天 出不到六度轮回 既然出不到六度轮回 你一定要知道 就好像地藏经上所说的 生生生世世 肯定在三恶度的时间长 三线度的时间短 佛在经上也是这么说法 说得非常肯定 我和大家解说 也非常肯定 我凭什么 那么肯定 上宗里面和我们说 白色五十一个心所 心所化里面 有善心所 有恶心所 善心所只有十一个 恶心所有二十六个 这就说明这种是习性 习性里面 恶多善少 所以人起心动念 恶念多过善念 道理在这里 这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 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境界 国源多过善念 在现在的社会 各位已经很清楚 很明白了 我们受影响 是受恶的影响多 受恶的影响严重 受善的影响少 受善的影响 那种力量很微弱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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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动念 言语做作 自自然而言 自自然而言 就恶多善少 天天在那儿做恶业 善业敌不过恶业 被恶业敌不过恶业敌 肯定要求恶业敌 为恶业敌 你如果不做岸业 根本就没有三恶度 三恶度是岸业变现出来的 那何变呢 人天 天上阿修罗也算是善度 善业变现出来的 不是真的 清静心里头没有这件事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头也没有这件事 所以那些现象是幻想 梦幻 抛影 它不是真实的 我们非常不幸落在这里面 就好像发梦一样 梦中境界 经典里面 佛时使用梦幻抛影来做比喻 虽然讲了四个最主要的是梦 其他是陪陈 人生一场梦 何必发梦 何必在梦里头做业 总得要觉悟 头一个 一定要断恶修善 人能断恶修善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印光大师 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位大善知识 他对我们现前的社会 了解得很透彻 挽救世道人心 帮助苦难的众生 他不用佛经 他用了凡四份 他用感应片 用安事传书 真正是慈悲到极处了 我们真正想将恶断了 真正发心修善那三本书 印祖和我们选定的 就是最好的教课书 依照那个方法修学 首先肯定不增三恶道 人天的身份 你有把握掌握住 从这个基础上再提升 那就是佛法修学佛法 所以你看佛经一切经里面 你时时读到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是什么标准 小胜里面的标准 就是十善业道 断十恶修十善 这样的男子女人 是佛在经典里面所称赞的最低的水平 再提升一级 那就是修辞三季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这种是佛法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具足断恶修善 具足十善业道不犯十恶 这种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 不是佛法的 佛法里面具足三归五界 包括出嫁 所有一切戒律 小胜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佛菩提心 那就是大胜的善男子善女人 菩提心和菩提道就相应了 那就是大胜的善男子善女人 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就怕我们自己错回了意识 自己恶念分飞 口到能说些 说几句佛法 就以为自己是善男子善女人 感犯的错误就太大了 对佛法信不信呢 自己以为信实际上无信 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港籍里头 也时时勉励大家 我学佛七年出嫁 我一出嫁就教佛学院就讲经 两年之后我先去仇戒 仇戒的因缘成熟 我去仇戒 仇戒之后 佛门都有规矩去借老师 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 我去台中向他老人家礼借 我在门口 他在里面见到 见到 就入手 要我进去 我走进去 他手指着我 你要信佛 你要信佛 说了好几句 你要信佛 我的头都大了 我是佛学院的老师 现在又受到巨足界 为什么叫我信佛 他叫我坐下 跟我说 信佛不容易 有很多老和尚 到八九十岁死了 还不信佛 越说我越不懂 怎么叫信佛呢 依教奉行才叫信佛 我这样才明白 佛教你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 你未做到 你不信佛了 佛教你三规 三规是各正正 各而不迷 正而不邪 正而不厌 你未做到 你不信佛了 五戒一条都未做到 你不信佛了 你不信佛了 懂讲经会 一定无用 他不信佛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这样才真正懂得 老师所说的那个意思 你看看 老和尚到临走的时候 贪亲痴还放不下 不信佛了 为什么呢 他还有我上人 上众生上 心里头还有是非人 我还有贪亲痴慢 但这一场挂套的事更好多 不信佛了 佛心清静一尘不厌 这是我受巨足界之后 见老师 老师教导我的 那些人 是真实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真实的标准 一定要能做到 孝养父母 逢时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这样的人 生生世世 吾堕三恶道 他的福报在人间天上 这种是世间一般人 学佛之后 这样比他们就高了 高在哪里呢 你依照佛陀的教会 修正你错误的行为 这种修行 我刚才和各位说 在起心动念 在言语动作 念头一起 纳克就要觉察 那个念是善是恶 那个念和佛在经上说的 相不相应 如果是善念好 你要保持 如果是恶念快些 就要将它断坐 不要被恶念相逐 第一个念头起 是正常的 因为习气 无量劫泥的习气 它会起念头 古大得时时教导我们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念起是个自然现象 你在六道里头 分杂那么久 已经成了习惯 它会起来 敢不怕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觉悟太迟 快点觉悟 我们正宗 觉悟的方法妙极了 那个觉悟就是一句佛号 念头一起 阿弥陀佛 将念头压住 念头都归到阿弥陀佛上去 感好悟 特别要控制恶念 我劝勉同学 特别是劝勉出家的同学 我们功夫不得力 不单止功夫不得力 连经教都没有能力 受持 再讲得浅一点 经教不会透切理解 不会正确理解 解错了 曲解了 这种现象太多太多了 什么原因呢 烦恼复心 头一个烦恼 是自私自利 释迦牟尼佛没有自私自利 他一切都放下了 亦就是他为我们做个好榜样 好无范 我们如果还有明文利养 还会贪图五欲六层享受 你这些东西放不下 经听不懂 真的 什么时候你能听到 你听得会有味道 听得有悟处呢 你要将障碍去了 我说十六个字上讲 自私自利要放下 命文利养要放下 五欲六层要放下 贪心千万要放下 你能将这十六个字放下 断恶修善 你很容易做到 一点都不难 那再进一步 三规五界 对你不是难事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对世法 对佛法 你确实能做到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正而不掩 你能入佛门了 那十六个字放不下 你不能入佛门 入不到佛门 就是经典你不能进去 经典里面的理论 不会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 经典里面的教训 不会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感学佛就白学了 利益在哪里 阿赖耶里面 落个佛陀的种子 好处就是这里 那个种子是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不知道哪一生哪一劫里再遇到缘 我们现在能遇到佛法的法缘 都是过去生中就是种了这个种子 如果过去生中能学得好 现在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来 最低限度 你们到四圣法界去 不会在六道里头 在六道里头 换句话说 是未学好 未真懂 没有认真去修行 所以这个最高的指导员就是要掌握住 道场 黄念走路居士 在住间里面 他说了五个意思 那五个意思都是经典里面说的 第一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 菩提树下示现成道 那个地方叫道场 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指得到修学的方法 好像《维摩经》上所说的直心寺道场 《维摩经》里面说得很多 就看你真的觉悟了 你是在哪个方法里面觉悟的 那个方法就是道场 这里说法是道场 第一个说的是场地 场所是道场 这里说法是道场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觉悟的《无量寿经》是道场 《无量寿经》里面 《无量寿经》里面 第五个意思是通知一般寺庙做道场 这个地方所说的是第四个意思 我觉得是不三个意思 其他地方同 produkás 所有空望都是一斤法 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 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 这是我们的道场 学习 要真做 要好似诸佛如来 祖师大德 前面一品里面讲的 宝树骗角 意思讲的就是要树立 学习的形象 特别是学道 这个道就是郭靖靖 郭靖靖在哪里表现呢 在我们的身上表现 那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是道场 真的行道 你一定是大慈大悲 你一定是普道众生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遇到一个人 你也会跟他讲 不是讲一部经 不是讲一部论 讲什么呢 点醒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改过自身 看到他犯错误 你会劝告他 那就是道场 你在路上碰到他 劝他几句 那个马路上就是道场 所以这个道场是讲义的 不是合义的 这个品题 是菩提道场 看到菩提 我们就想到菩提树 因为经文一开头 有其道场有菩提树 高四百万里 树就是什么呢 树立形象 这种是布 布 我们从最浅显的含义里面来讲 中国人讲道德 在佛法里头也讲得通 道德是布 那就是佛经里面 时时用菩提树来表发 道是智性的理体 是智性的德容 一切众生 各个具足 发意如是 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在凡不减 在性不争 所以佛眼 看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为什么呢 他看到你的度 你时刻表现都是度 他看到你是看你的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宁言经上讲得很好 六根门头放光动地 在眼 在眼 叫见性 在耳 叫闻性 在鼻 叫臭性 这个性 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佛性 同一切众佛如来 无差别的 我们麻烦出在哪里 麻烦出在第二念 我们眼见色 耳听声 第一念是真性 第二念就弊了 第二念就是习性 习性取代了真性 这么麻烦吗 诸佛如来 发生菩萨 他们功名在哪里 他们永远保持第一念 他们没有第二念 第一念里头 同个位置说 没有真妄 没有邪症 没有是非 就好像镜照外面境界一样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还没起心动念 每个人不是就是 都是这样吗 那你不是佛 什么是佛 就在你第一念的时候 你是真佛 不是假佛 第二念就墮落了 就变成凡夫 麻烦就在这里 你如果真正过悟 你才能保持第一念 永远不墮第二念 你就不会再墮落成凡夫 这就是我们讲的功夫了 这段是讲道 讲圣德 是一切众生通通举足的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天用回答 不知道 每天用他 你所知道的是你的集性 真性忘记了 迷失了 所以佛教人什么 恢复圣德 所以佛讲真话 不过也经常讲真话 佛不到众生 你本来是佛 不是佛帮助你成佛 你本来是的 佛只不过跟你做过真相缘 佛对众生老实说 什么忙也帮不到 增上缘 提示一下 你是自己个悟 自己修行 静果 所以自悟自道 这句是讲真话 法确确实实 是一个好老师 老师教学生 学生成就 学生自己用功 自己发奋努力 他才能成功 老师没办法帮他 老师帮他是增上缘 他自己要肯回头 自己肯努力肯发奋 学佛成菩萨 成佛益是这样 所以老师好客气 好欠序 他自己不居公 但是他给我们的指点 这种帮助就非常非常之大 我们就感激不尽 如果没有他指点 我们永远不会觉悟 永远不会知道 第一念是真性 不知道 永远不会在二念三念 越迷越甚 心不可拔 永远沉沦在腹下 佛教我们恢复自性 也要慢慢来 所以菩提道场 这一句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阿弥陀佛在西方记录世界培养人才 教化众生的教学中心 那个教学中心处处设立 对往生的大众 带来很大的便利 不用很远的地方 牢鹿笨拨 到场就在你现前 这种是不可思议的共德 对我们来说 我们毕竟是在娑婆世界 是在五族恶世 现在这个世间 各位都能体会得到 族恶到了极处 族是掩护 恶是做恶业 起心动念都是恶业 社会上哪一个人 起心动念 不是损人利己 这样就不得了 全错了 全错了 错得太离土了 世七世间大圈 西七世间大圣大圆 大圆 来跟他讲的那些正法 他听不进去 有些人 还有很多是大学教授 学者 听完之后怎么样呢 遥遥逃 理想是理想不切实际 什么是实际 损人利己是实际 想任何方法将人家的钱挖到我的袋里面是实际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众生难道啊 众生真是迷惑颠道 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致 和他说他不相信 这个世间中国外国 无论是哪个族群 无论信仰什么宗教 见钱眼开 谁不求财 求财的心不静 求财的行为错误 他所求得的 他自以为很聪明 我得到高官 得到财富 以为自己很聪明 有手段 人家比不上 而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 真正 已经打了对折 甚至比对折 还要超过 你命里头有十分的财富 你这一生只能享受三分四分 你说可不可怜啊 为什么你命里面财富 不会圆满地享受 你心述不正 心是用心不善 述是方法错误 手段错误 所以你的功名利路打折了 他自己更好得意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叫愚痴 这就叫颠倒了 经常常说的颠倒错乱 圣人 教人 行的是正道 你所得到的 所享受的 就算享受不到 你命中百分之百 大概享受 命中所有的百分之七八十 是很可能的 如果完全相信 圣言教会完全奉行 你不单能享受百分之百 还会增加 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 各位世读了凡四分 你就明白了 你要认真地世读 你就会明白 因果报应的方法 世出世间法 都出不到 因果报应的定律 罚法也不会超越 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 敦伦尽焚 限斜传承 这八个字厉害了 这八个字足足可以教化 世尊末法九千年一切做生 无论在家出家 真的是总光领总原则 敦是什么意思 诚恳 真诚 目是和目 用自己的真诚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同一切人事物和目相处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冲突 世界和平 宇宙和平 可以落实 不是不可以落实的 从哪里去落实 从我自己本身落实 你想求一切人都能做到 这样佛菩萨 神仙也做不到 所以佛法最高明的地方 教我们配复到五体投地 佛法不要求人 对任何人不要求 要求自己 这种教学法高明 要求自己 这种教学法高明 世出世间我们找不到 什么人是佛菩萨 什么人是善知识 除我之外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 都是佛菩萨 都是善知识 每个人 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教我的 他们所作善的 和经典上讲的 佛法的 我要跟他学 他做出个样子来让我看 他们所作所为是不善的 和这个相违背的 他来和我讲这些不学得 都是老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示现那个果报给我们看的 我上次去杭州 杭州我们都知道 岳飞的墓葬在西湖 我们小时候在书里面读到的 秦惠夫妇两个童杖 跪在恶坟前面 每个人去到恶王坟那里 对恶王坟都会行三公里 对那个童杖都会套他一堆口水 恶人啊 秦惠夫妻是我们的好老师 善知识 他跪在那里教我们的是千万不要学我 是老师啊 恶非正面教我们 他从反面教我们 两个都是好老师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还没学佛 我懂得这个道理 有些长官同事在那里聊天 聊到秦惠 我跟他说秦惠现在在天上享天福 他眼灯大 那个恶人不下地狱 还在那里享天福 我说他做了很大的好事 你知道吗 他做了什么好事 他天天在那里教人 不要做汉奸 不要做坏事 你想想他教了多少人 那种功德 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它算上去 所以善人 恶人 顺境 逆境 无因不是善知识 无因不是菩萨学处 菩提道场 问题是你会不会的 我们智慧在哪里害 得行在哪里建立 就在这些地方 我们学会了 天天看 天天听 天天接触 学会了 善人和我们示现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 恶的现象示现 我们都叫它是示现 它不是真的恶 真的是什么是圣本善 它是造戏表演的 一个表演正派 一个表演反派 但是我们用这种心来看这个世间 看一切人 我的心就平了 我们在境界里头时时刻刻都在那里学 他们在那里表演 我们不会说这个是善人 那个是恶人 没有这种分别 我们的心是平等的 都是好人 都是佛 都是菩萨 好像造戏一样 他来表演 来给我一个人看 道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是学生 通通都是老师 不单那些人物是老师 山河大地 树木花草 情义无情 通通是老师 六尘说法 我们这个世间 和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你能在境界里面常生欢喜心 常生智慧 不生烦恼 你走的是菩提道 遇到善缘 好境界就生欢喜心 欢喜心里面就生贪恋 烦恼起来 你堕落了 逆境恶缘里头 你就生亲为心不高兴 好了 你又堕落了 无论在什么境缘 你走的是三途恶道 你错了 外面境界没有善恶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会的人同样境界里面行菩提道 念念成就智慧 成就得行 成就相好 不会的人无论什么境界 你都生烦恼 你走的是地狱 饿鬼 畜生 你走这些道 这就是贪称赐了 各位一定要记住 贪饿鬼道 称为地狱道 如此畜生道 你为什么会走过那些路 贪称赐的反面 调转来就是界定位 界定位是菩提道 成佛之道 都在我们会不会 所以不要去简别 最近几日我听人说 电视台上华言经不播了 这是政府的意思 有人要向政府提议 不用 你已经被境界转了 你已经在那里起心动念 不好 政府准播好事 不准播亦是好事 没有一样不好 所以我说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我们走菩提道 一切众生对佛法修可 各有恩怨 事节恩怨不到 不好又施毫勉强 佛教导我们 行顺众生 除起功德 我们行顺政府 那多好呢 政府为什么不准播 他没有听到 没接触到 他不知道那种好处 他如果真的听到 接触到了 我相信每日会播24个小时 这就是真实利益 真实功德 这一点一定要动达 余教导我们 余和佛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释迦牟尼法 在中国应化就是孔子 老子 庄子 孟子 谁不是佛菩萨 都是佛菩萨应化来的 父子 教导我们 五伦八德 要去做啊 我在港籍里逆时时讲 道德 从哪个地方开始 夫妻 大道 笑端父父父 有夫妻先有父子 先有兄弟 先有君臣 先有朋友 他是个开头 中国古人对婚姻 结婚非常重视 礼节非常隆重 非常繁琐 为什么要这样做 跟你说 不可以轻易离婚 跟你说这件事情 所以这么隆重的礼节 离婚是将道德破坏了 现代人将离婚看得很平常 其实众生做作罪业 离婚的罪被什么都吵 你不细心去研究 你不知了 他将论常道德破坏了 将宇宙之间 这个是我们佛法讲的性德 将性德的根破坏了 你说这种罪多重呢 所以社会的安定 世界的和平 根在哪里 根在夫妇 我在半年前 今年三四月间 澳洲昆舍兰大学 他们有一个 宵美冲突促进和平研究中心 他里面大概有二十个教授 专门研究这件事情 911事件发生之后 那些教授在一起聚会 讨论冲突的问题 他们研究了八年 冲突越来越严重 自宵越来越多 所以想到冷战热战解决不了问题 就想到用道德 用爱心 来消除冲突促进和平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 校长派了两位 资深的教授 来同文巴见我 和我说学校这件事情 那我很欢喜 我听到很欢喜 邀请我和他们举行座谈会 我很欢喜 我去了 先听他们教授报告 听完之后我就发现了 这件事情 现在的世界 真正主要 关键的问题之所在 冲突从哪里发生 他们不知道 总是宗教族群 国际之间 利害特实 他们都想到这些 我说这些不是冲突的近 从这个地方要化解冲突非常困难 冲突的跟在哪里 跟在家庭 家庭是夫妇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我再跟他说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近 真正的近在哪里 真正的近在自己 自己和利他不是就冲突了吗 起心动念我的利益 想不到人家的利益 所以真正的冲突 我们东方人说的 本性和习性的冲突 这个才是跟 什么人没有冲突 佛没有冲突 菩萨没有冲突 再和各位说 声闻原觉没有冲突 再说得淺显一点 我们在《金光经》上看到的 所以陶回无冲突 为什么呢 无我伤 只要有我 我和人就对立 对立就冲突 冲突是凡夫 无冲突是圣人 所以我们修行在哪里受 要将内心 内在的冲突 将它消除 和你自性的性德就发生冲突 菩萨 菩萨修行的六个光领 你们想一下 菩萨的六个光领就是六波罗密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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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和菩萨发生冲突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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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种课程在学校课堂研究无用 帮助不了这个社会 不会化解灾难 他说这种课程我们要用远程教学 澳洲远程教学是很著名的 用网制网络对全世界的人来教学 我们用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教导 我们的中心题目八个字 边八个字 吉空和福利害得失 我只说这八个字 同全世界讲这八个字 社会的吉空和福 个人的利害得失 讲清楚讲明白吧 哪一个不希望吹吉避控 一定要人过悟 不过悟不行的 只有少数人过悟化解 因为整个世界的冲突不容易 要多数人过悟 所以那天我就跟那些教授说 我说我们本身有冲突 他们就皱一下眉头 想不出来 我说教授都很清高 生活都不富裕 但是你们有著作 教授都在码头 每个教授都有著作 我说你的著作后面有版权所有 翻印必救 是的 这就是冲突 有冲突 这就是了 我的智利和利他冲突 我们现在要做和平工作 首先将自己的冲突化解 以后你的书上面 不要印那四个字 欢迎翻印功德无量 我们要做出榜样给人看 那些教授很聪明 我非常敬佩 他们听完我的话都答应了 放弃版权 不容易 好东西应该和一切众生共享 怎么可以独占呢 不要有这种念头 这种念头是错误的 这种念头 说老实话 生生世世做穷教授 发不到财 财布师得财富 法布师得聪明智慧 无谓布师得健康长寿 我和他们五十分钟谈话 学校就决定邀请我参加 他们的研究工作 听请我做教授 好 校长 跟我讲了很多好话 所以中国 估得 说得很好 这句话是在 女士春秋里面的 有几句话说 凡事之本 必先自身 我们学佛这件是大事 根本在哪里 在对峙自己 这是一个总降令 自其身 身自 就是戒律 在佛法讲 就是戒律 在儒家讲 就是你 儒家是以你 自身 你是个标准 我们的身 言语 动作要合理 佛家叫戒律 要合乎戒律 这个是标准 自身的标准 他说 自其身 则天下治 你看这个是效果 说到这里 慈戒就非常重要了 成其身 则天下成 成是什么成就自己的得行 那个成就 是我们佛法讲的 转凡成性 修行正果 你自己成就了 天下人都成就了 这个意思很深 淺而言之 你为社会大众 做了一个模范 做了一个表输 聪明人 他就跟你学 你是他的榜样 他就向你学习 在佛法讲有缘人 犯不到无缘之人 有缘人就是他看出来了 他向你学习 那个人就得道了 所以最后他说 为天下者 我们要为一切众生着想 我们从哪里做起 不在众生 在自己 这些话 和佛法讲的 没有差别 《女士春秋》那本书是汉朝初年时候成就的 那个时候佛法还未来中国 中国这个社会里头不是无成言 和佛法讲的没有差别 所以凡是之本 确确实实是在自己 自己不成就 想成就人 佛在经常常讲 无有事处 所以 伦理的观念 一定要建立 一定要遵守 能遵守伦理观念 你就是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做正面的表现 现在大家都废弃了 都不懂了 怎么才能将圣教恢复 要靠自己做 说没用的 说了你自己做不到 人家在旁边笑来 你懂得说 你都做不到 人家不会跟你学 人家提心吊胆怕上当 你在那里骗我 如果真是好的 你一定会做到 如果再细心观察 你所做的 和你所说的 完全相违背 那么他信心完全丧失了 表面对你学气 背后批评你 一文不值 你在那里欺骗一切众生 这种罪重兆 欺骗诸佛菩萨 这种罪过重量 诸佛菩萨不在眼前 我们看诸佛菩萨 黎索木钓 对黎索木钓的菩萨 你都全心欺骗他 你想想 你的心多可怕 所以伦理 一定要遵守的 这些是在中国大乘佛法里头 佛法的修学 一定是先学小乘再学大乘 《戒经》里面说得很好 不先学小乘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非佛弟子 这句是世尊说的 在中国可以说 从唐朝中业以后 就没有人学小乘 什么原因呢 如同道代替了 学佛的同学 无论在家出嫁 都有如学底子 有道学底子 如同道足以代替小乘 这样可以 所以中国大乘很发达 大乘的修学成就 非常之辉煌 在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 禁殊性的成就有原因 我们现在是遇丢了 道亦丢了 小乘亦不可 大乘法无基础 所以你不会成就 原因是这里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读 小乘修学 我们依照人工法师 教导我们的感受教理 从了凡四分里面 真正认识 因果报应 这种是因果教育 从太上感应篇里面 我们学到善恶的标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标准找到了 找到标准 每日减点反省 改恶为善 用这个标准 安事传书里面 除了详细加强这个标准的认识之外 最后劝我们 念佛求生静土 所以仲是指归到静众 所以仲是指归到静众 不得须知折要 现在在澳洲 我们请老师在那边讲解 每日都讲 内容都是历史上的一些故事 哪些人 他们怎样尽孝度 他们怎样有爱敌兴 他们怎样为社会 为国家尽重 对朋友 对一般人 讲义 以这些 做模范 我们来向他学习 那本书印的数量 也不少 这里可能 也会有流痛 法修学的标准 我们不可以太凡习 凡习真的 不切实际 学不到 所以我们只取三福六和 三学六道 十大愿望 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好记 这五个科目 我们都曾经详细讲解过 重要的是要我们 认真努力来学习 这些是菩提道场 题目之中的大义 现在我们看经文 看经文就好懂了 有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 其本周围五千游巡 知业四步二十万里 这里是一段 这里是一段 讲菩提树的梁 那个树有多大 有多高 有多大 这里是一段 这里是古大德所讲的 所解释的黄廉祖居士 在注解里面都引用到了 各位自己可以去看 对佛在经教上所讲的 最怕的是不会学的人 不会学的人 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 他要想一下 这个树高四百万里 我们地球上当然没可能 大概从地球到月亮 重不到四百万里 那么那个树可以搭条桥了 哪有这么高的树 如果看一下其他经里面 好像观经里面所讲的 观经上讲 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 事现的上有多高呢 有六十万亿 那由他行河沙素尤尘 哎呦 那佛的伤太大了 到我们这个世界 恐怕佛在这里站好 头顶上已经到银河系了 黄延祖居士 在最后那几句话讲得好 他说 此处高低就算有疑 同一切经里面讲的不一样 你要懂得话言里面的圆满 如果你懂得话言里面所讲的 讲俠自在之圆满 你就入无障碍的境界 所以这里面 高低 讲远勤 都有他表发的疑趣在里面 不要当真 不要将它当作是个事实 佛经难懂 真的是难在这里 这些在话言里面 讲得最头切 毫提书 我们将它解释为破迷开悟的教导高树建立 这个四百万里 和底下五千游巡 二十万里 可以当作 它教学 影响的范围 我们这样看法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如果说四百万里能讲得通 我们现在的无线广播电台 发射塔虽然不高 但是它发射的电波很高 四百万里还不止 确实实 我们现在的无线电波 可以探測到太阳系的行星 无线电望远镜能达到火星 能达到金星 我们的发射台没有那么高 电波达到的地方 那就是高度 电波的范围 是它的幅度 那就是它的周围 就好像枝叶四步二十万里 所以各位 和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先真正能得受用 你先真正摆脱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是障碍 障碍你的智慧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是现在二十一世纪 我说得很多了 二十一世纪的道场 绝对不是自转音堂 不是这样的场所 是什么场所 肯定是卫星电视台 我们要建这样的道场 这个地球上建一个道场就够了 全世界的人都得道了 我现在的看法 我的想法 大概五年之后 接收广播的熒幕 就是电视机 可能就好像一张卡片一样 放在你手掌上 无论在什么地方 全世界的广播信息 你都能收听得到 这是非常可能的 现在用电话传阵已经有了 手提电话的小型幕可以传阵 打电话的时候 和国外朋友讲话 那边的人像可以看到 所以我估计五年之后 那个小型电视接收器 一定是在你手掌之中 要听经不用来这里了 任何地方都可以听 哪个地方风景好 山水好 游山玩水 一面在那里听经 一面在那里读经念佛 想读什么经 如果那个电视台非常完备的话 三藏十二部通通用频率播出去 你要读经 你在手掌心就能看到那一部经 你跟着读 你要听讲 有法师大德讲经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和纪录世界也差不多了 所以不用花这么多冤枉钱 成立道场 将钱都埋在地下 埋在土里面去 很可惜的 这不值得 但是在没有那种高科技 这些是必要的 高科技发达之后 这是革命性的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形式 必须要理解 要能配合得上 下面的意思特别明显 一切众宝赈言合成 花果浮荣光辉片照 下面是显 树上的庄严 这个宝网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天线 它是有形的 无形的就是电波 老实说 我们现在的地球上 不要说其他电波 现在每个人手上拿手提电话 那些电波就交织成保网了 所以各位从这些地方细心体会 那些经文里头有无尽的妙意 你细心去体会 你都能领略得到 能体会到 然后知道如何去学习 百千万识 互相影识 无量光炎 照耀无极 一切尊严 随应而言 所以科学技术发达 对佛法讲解 055 修行体会帮助很多 我们是欢迎科学发达 科技越发达 我们这部经越好讲 越容易明白 容易体会 在这里面 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好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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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